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5月4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先一开始来关心的是议会的讯息 台中大都会由台中彰化南投生活圈所构成 而交通局以大台中123为发展构想 规划出了跨越山城和海线 全长大约40多公里的山手线铁路 不过有议员就质疑着中央尚未核定地方的预算 而且囤区就这么被忽略了 有边缘化之余 为了消除平交道与山城和海线铁路 造成的长期空间阻隔 并强化山海囤之间的联系和发展 市府规划全长40多公里的山手线环状铁路 预估总经费将超过925亿 不过这么大笔的预算 台中市是否能够负担得起 也在议会引发讨论 你看看我们台东市的要负借 多少呢?我们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中共如果是一千亿 我们也是要五百亿 中共两千亿 我们也要一千亿 所以我们台中市的预算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有衡量过 市府要负担 总经有三百七十一亿 三百七十一亿 可以做十座的高纪院 你知道吗? 分阶段分年编列预算 所以我们就随着我们整个工程 跟我们财政的企划会往前推进 山手县预算必须经过行政院核定后 才能订定时间开工 能否争取成功还是未知数 不过针对已经出炉的路线规划 包含了乌日、大甲和厚礼 却独漏了大理、雾峰、太平地区 对此有议员也提出质疑 乌峰、大理、太平、漏离掉去 有啦 是你吗? 有延伸的捷运路网会跟山手县 这个后续的嘛 会会连结 先把环状的做好 然后再加上个小尾巴 环状就会变成网状 就会往市面巴巴巴巴掌 我相信他 都市计划现在所做一个叫做大平乌 大理、太平跟乌峰 整合成一个新的都市计划 那一部分就会都市化 所以会跟市区做连结 大台中123 以山手县和两个国际海空港 三大复都心为发展主轴 希望借由城市基础建设的发展 缩短城乡差距 利益虽然良好 但庞大的预算和路线规划 仍需审慎评估 而市长林家龙的重要证件 是否能兑现 也成为了关注的重点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